在第二十四届金曲奖获得评审团奖 最佳演唱组合奖 以及最佳原著名语专辑奖的 阿卡贝拉和尚团体 欧开和尚团 因为一次拿下三大奖项 瞬间成为了媒体焦点 成军九年的欧开和尚团 其实六位成员中就有一半的成员 住在新竹监石乡的新乐部落里 九年下来 团员要练习都必须周车劳顿 我们每一次练唱 那他们就从新竹开车 或者是大高铁上来 就花多久时间来去坐这样子 练习啊 每一次至少都有三四个小时 几乎每天都要看到对方 就是已经看到 每天都要从新竹台北这样子 很多时候 有时候如果要一次要花很长的时间的话 可能新竹人会坐在台北 沃利奥练出完美的和声 住在尖石乡的叶佳姐弟 一点也不以为意 从没有想过生活在纯朴的部落里 一路走来 因为自己的歌声 从默默无闻 一瞬间享誉国际 欧开和尚团最叫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泰雅族裔的和声 刚加入欧开一年的女中英 非原住民族的身份 却能够唱出流利的泰雅美声 其实是有方法的 你又不是原住民 唱起来会有点别扭 还好耶 因为其实之前 看住民吗还是 都写那个罗马平衣 所以其实蛮好学的 然后达雅的词 其实是比较好发音 就是比起我们专辑里面 有录阿美族啊 北南族 我觉得比起阿美跟北南 我觉得泰雅还比较平衣近人一点 所以其实还好 单凭女中英与人生打击的和声 就能够有如此动人的感染力 为了要让阿卡佩拉的组合更为完整 欧开和尚团正式向大家招募欣喜 我其实唱阿卡佩拉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简单 不像和尚团 大家混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会比较稍微要求一下 希望尽量比如说可以会一样乐器 来的朋友也是能够看无限谱的 但是其实只要有心 很想要唱歌的朋友 我们都非常非常欢迎 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要 征选南高音跟南低音 以泰雅族语专辑 获得金曲奖青睐的美声组合 获利要让阿卡佩拉的乐风 兴起风潮 将征选南高音与南低音 只要你是懂乐理的原住民族人 都有机会可以成为 金曲美声组合的议员 记者巴鲁阿里 台北市采访报道